其实我不喜欢夏天 我想跟你在一起 我好多个人 你经历的是这个 你已经二十万了 我问你那时候 我四十万 你不会有我家 夏天二十万 你要好好整齐 又是新的一天 静姐 夏天给我发了短信 静姐起得可真早 静姐早 对了静姐 但是夏天还来我们家吃饭 前天晚上 不是你让她来我们家吃饭了吗 汉鸭子果盒不知深情 你的番茄炒蛋味道好不好 你不知道吗 你会做红肉吗 上了 还是别指望静姐做饭 那我们还是点完卖吧 静姐姐 那我先就楼下接夏天 好 那我去装盘 到时候夏天发现我和静姐住一起 我该怎么解释呢 随机应变吧 夏天 我们的小区好大 还行的 那我带你上去吧 打开门之后 夏天一下子窜了进去 她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你一个人居然住这么大的房子 你好啊 夏天 你不是酒吧当外娘吗 她是我表姐啊 蛤 为什么和静姐的默契都现在尴尬上了 原来酒吧当外娘新姐姐啊 那可是 静姐处理可棒了 我带你去吃饭吧 哇 姐姐你处理真棒 你男朋友一定很辛苦吧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那没有前两天刚挂 那你又瞎说了 静姐 吃鸡吃 静姐 吃鸡吃 蛤 哎 哎 麻雀进了虾猫口 不思议要脱层皮 吃鸡吃吧 吃完饭后静姐去刷完 我和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什么事被包养了 啊 什么事被包养了 啊 什么事被包养了 吃饭的包养真的是你姐姐吗 我骗你干嘛 哎 那好吧 下午我们去了月圆帮忙吧 好呀 哎 静姐 下午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就不去了吧 你们小青女区游乐园 我怎么好吃呢 那天的泡 不行 静姐不去我不去 那我们再一起去吧 呃